好 那我们今天就欢迎他 谢谢 谢谢大家 那首先感谢这个 前日本空书股分享生给我这个机会 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关于二手车的生态 那当初这个Harry来邀请我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个反应蛮惊讶的 我想说要在日本公司谈服务 谈经营 就很像在意大利人面前 跟他谈说那个披萨巴放凤梨一样 会觉得是一个很奇怪很害羞的事情 对那后来想想其实服务可能也必须要反应在整个国情上面 我相信台湾的国情跟日本当地是不一样 后来才答应了这个邀约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相信在场的应该几乎都没有听过小师汽车这个名称 对不对 好 如果周边没有有二手车的需求 应该都没有听过比较多 那我就做一个自我介绍 那我的名字就是小师 大小的小 西师的师 然后我的店的名称就是小师汽车 那当初在取名字的时候 听名字就觉得好像取得很随便 有没有 很像小狗买回来不知道取什么名字 就取个汪汪啊 还是汪奖 有没有 猫咪不知道取什么名字 就取咪咪这样 其实不是 这个取名字的这个当下 其实我是受 我本身其实受日本的文化 企业文化影响蛮深的 我很喜欢日本的这些服务啊经营的理念 所以像当那个当时 二手车行在取名字的时候啊 那时候政府的管制 还没有那么深入 还不需要有登记 再按这种东西 所以二手车行是到处淋漓的 那当初二手车行取名字的方式啊 很多都是用那种 最快速简便的取名字的方法 就是用一些原本 大家已经理解的这个店铺的名称下去取 比如说有两种 一种最普遍的就是银行的取名法 花旗汽车啊 台新汽车 富邦汽车 当时他们的取名就是用这种 让人家好像他是新的公司 但是很快速的就可以 就可以知道 好像听过的感觉有熟悉感 然后有一些就电视台取名法嘛 中天汽车 三立汽车 东升汽车 这个是在台湾就是真实 当时他们在二手车行店铺取名字的时候 最常用的一个方式 那因为我刚刚讲 我对日本文化很有很欣赏 所以说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的取名字啊 我发现很多日本的企业公司 都会将这个个人的名称 然后作为这个公司的一个招牌 像在台湾我们有一个 大家都认识一个最厉害的朋友嘛 叫做小林嘛 Kobayashi 有没有 他会剪头发 还会卖眼镜 还会做煎饼 小林煎饼等等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那这样子像有些日本什么 靖腾乌啦 还是汽车产业很多嘛 Mazda Toyota 或者是这个Honda 都是用自己的名字下去 作为一个取名的 所以我当初呢 我就觉得说 那我就把我自己的名字 小施 我姓施 那我就把它放在这个 我的招牌上面 那也表示说我们长久经营的一个决心啦 然后还有一个世代传承的一个感觉 一个观念 我们不是一个会随意更改店铺名称的一个店家 那所以这个这一部分是我受到日本文化 影响蛮深的一个部分 那我本身我有几个身份 从进入这一行开始 其实我没有想过说我卖二手车 然后从一个简单的商店零售业的负责人 可以拥有蛮多的身份的 首先我是一个部落格的版主 那目前累积的这个浏览人次大约是400多万 那另外呢我也出了一本这个 二手车的购买圣经 我今天有带一些要来跟各位分享 那其实就是在教导大家在买二手车过程中 一些该注意的事项啊 跟有一些陷阱的部分该怎么去破解 今天有带来送给各位 这个大家回去如果是要泡面要盖啊 还是说要包油条应该都蛮方便的 好那另外之后呢 我出了书之后我就变成通告的艺人 其实在一些包含东升电视台的一些汽车节目 什么梦想街57号如果有听过的话 还有TVBS有什么地球黄金线 前主播一个苏忠仪主持的 甚至现在的JET综合台 对反正还有一些那个三立电视台 有一些政论节目 如果当天的新闻有发生那种 跟车子车祸有关系 什么特斯拉起火燃烧还是等等 他就会请一些二手车的达人上去做一些分析报导 然后我就从那时候又开始有上通稿 然后再来一个我也是FB的直播组 我定期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 那每周都会固定在FB上面开一个直播 我们都一直跟着这个潮流在在 我啦我都一直跟着潮流在动 那每一次的直播现在目前大约都会有在600位观众左右的一个 那除了宣导一些二手车注意事项 线上直接回复 大家想要买车的问题 好以外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会 最新的身份哦 YouTuber 对已经目前是将近20万的订阅 那一直在跟着每一个平台的改变 然后一直在不断的利用这些平台 然后去演化 演进自己的行销方式这样子 那因为其实在网络初期的时候很多同业的很排斥网络 因为网络会让太多的事情透明化 你现在要买个机票大家就去查价 你现在要住饭店 什么嘴巴工 好大家就会到处去比价 所以因为太过透明 所以在这个开始的初期 其实有很多的同业是在抵触这个东西的 那当时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不随着这一些平台的转移 甚至一直到现在时下年轻人最常用的Instagram IG 那对于我们这种四五十岁的老人家 要去学IG其实有点困难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还是要跟着这一些网络的平台 下去做行销 OK 好那以上就是我这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这个二手车它整个销售的一个状态 在台湾来讲 最早最早 相信大家有没有在路边看过那个车 贴个红纸条 然后写个手 然后有很多的嘘嘘 电话号码可以撕 好那就是最早买卖二手车 在台湾的一个方式 好那随着这个眼镜啊 它就进入比如说 现在有一些什么雅虎的拍卖平台啊 什么露天拍卖啊什么 那大家就转移到那个地方去 路边的还是有 现在其实有时候 偶尔路边比较乡下的地方 因为北部好像是不允许你占用停车位 那有一些比较乡下偏乡中南部 还会有这个贴红纸条的贩卖方式 然后一直到 我刚刚讲无名相簿流行这个部落格 部落客开始到FB到YouTube 那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眼镜 我觉得我们在行销上面 也都要跟着与时俱进 好那基本上很多人看到可能 如果有在研究二手车的人 可能会觉得说 这好像有一点像网红的经营模式 好其实我朝这个方式走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我受到日本的一个影响 我曾经有到日本去考察 当地去考察过 当地的二手车市场 我认为他们的二手车市场 应该至少是领先台湾十年以上 然后大陆又在台湾的后面 跟着台湾在走 所以我那时候有到日本的名古屋 去做实地的一个二手车行的考察 那有很大的连锁的 连锁到他们甚至在一些 加勒福大卖场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照片 其实他们二手车是在卖场里面的一楼 那我那时候觉得很蛮惊奇 蛮猎奇的就是 没想要卖二手车这种东西 一个商店的零售业 其实是可以跟这个百货业者连结 大到这种全国有百间以上连锁的这种二手车行 然后跟百货业连结 小到呢 只是在一个乡村里面只有十台车左右的一个二手车的贩卖 那我都有去到实地去参访 那其中有一间让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从进他们公司的门开始 我就会看到那个社长 西装笔挺 输回油头 然后那个皮鞋 日本就是打扮欧夏蕾这样 有没有 然后手插着一个画板 人形看板 然后进去里面所有的DM的封面 全部都是社长手插着口袋 要不然一定要这样 有没有 到日本去 然后电视上轮播的广告啊 CF CM都是社长为主角 这个社长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在经营 我说哎 这个好像在台湾还没有见过嘛 那我是不是可以试着 我回到台湾之后 试着让自己成为一个 二手车这个行业 比较代表性的一个网红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的操作的方向 就是以这样的目的在前进 好 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创业的初衷 还有如何呈现品牌价值 还有经营的理念 那我先跟大家聊一下 我当初怎么进入这个行业 就是我 其实我刚退伍的时候啊 然后有先到一个普通的一个电机工程师 然后上班 我的公司上班 然后存了两年的钱 辛辛苦苦 贷款还分期买了一台那个 女孩子比较多 喜美 那时候的喜美 那个叫K8 Civic 然后就到程德路的二手车厂去买 结果买回来之后啊 一直修车 那个车修到 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到修理厂报到 然后修到那个修理厂的师傅啊 某一天就很不好意思 跟我说 小师啊你这个车不要再修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这修不好 我说为什么修不好 是你技术不好 他说没有 这车有重大的事故 车头曾经有撞到引擎里面去 很严重 然后因为不懂车啊 不晓得啊 因为从小看汽车杂志很向往 有一天拥有自己的车 结果第一台车就买到事故车 然后修不好 修理厂也跟我讲说你卖掉好了 后来发现那个车 它的股价是白色的 外观是黑色 就是黑白狼君 里外颜色不一样 那很严重的事故 然后呢 想说把它卖掉了 结果半分期贷款的利息超高 15%以上 那当时已经是差不多是 信用卡的循环利率的那种状态 所以呢 车卖掉还不够钱还余额 我还要再掏 我记得那常常又掏了8万 才把把车卖掉 还要再付给银行8万的利息钱 才解决这个事情 那后来我就觉得说 哇啊我辛辛苦苦出来 存了两年的钱就这样 买了一台车就全部不见了 买的钱加修的钱 再加偿还的钱 已经完全都不够了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行业水满深的 我都对车有兴趣 那我就想说 好吧那我去 在这个二手车这个行业 进入这个行业来上班 就很妙的是 我去骗我的那一间车行上班 应征 这个就是什么 很像半折直樹 有没有 哇哒 有没有 那个半折直樹 要到那边把它弄倒了 有没有那种感觉 对对我来我来 对不对 来来 其实没有啦 可是那车行这个 现在倒了啦 可是不是我弄倒的 可是不是我弄倒的 对我走之后 那才倒的 那其实也证明了说 其实因为时代的变迁 这样子的不好的 这种车行是会慢慢的 因为资讯的透明 会慢慢的被 是会被淘汰掉的 好那买二手车行 最主要是 我当初买到这个车有问题的时候 回去找这个车行 他是不理你的 他在合约上面就说 这个就是现况交车 一翻两瞪眼 一手交钱一手交车 后面的问题都你自己解决 好这个就是现金 一直到现在 很多二手车行 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缺陷存在 就是没有服务 没有保固 没有保证 你回去 你就自己想办法擦屁股 好所以这一些细节 那像买到事故车 泡水车 调表车 里程处调整的 计程车改回来的 之前是做那种跑机场的租赁车 改回自用卖给你的 等等 或者是甚至产权有问题的车 你都有机会在二手车行 不小心买到 所以其实水很深 那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车行利润的来源 所以很多人会 戏称说在台湾买二手车 跟诈骗集团打交道没两样 真的是蛮危险的 一番两队也没有售后服务 你车买回来 一个礼拜电动窗坏了 冷气不冷了 或者是引擎的变速箱都坏掉了 不能开 走不动 他都不会理你 那有些可能会写保固 你回去找他 你不是有保固吗 他会说 没有啦 那个是你人为损坏 你开的方式不对 想办法把过错推到消费者身上 因为资讯不对称 那在台湾 所以就会造成 有可能我们听周遭的朋友 或是老一辈的都讲 哎呀二手车不要买 你手车卖买 买新的就好 买新的就好 这是因为 从以前流传到现在 二手车其实买卖都是蛮 灰色地带蛮多的 那当时我在那个公司上班 我发现我赚不到钱 因为我一台车卖给客户 然后我奖金领个三五千块 结果客户三天说 小事你卖我这个车 电瓶没电我发不起来 那要换新的电瓶 我只好掏腰包帮客人换 三千四千 然后跟公司讲 公司说车出去就不管了 你要帮他换 你就帮他换 所以我的奖金都花在 帮客户处理这种售后问题上面 因为我那业务员嘛 我领的奖金一台就三千五千 然后客人换什么 我又贴 有时候甚至还会贴到 连奖金都不够 因为我人的个性我比较爱面子 我会觉得这样好像对不起朋友 每个人跟我们买车都是相信我们 结果我去给他这样的东西 我会不好意思 我都会帮他修 所以一直到了 撑撑撑撑的很久都赚不到钱 真的很穷 然后就只好决定自己创业 用自己的方式来做这个工作 所以很多人以为开车行要很多的资本 其实不用啦 像二手车行要开 当初我出来也是存了五十万块 再加上父亲给的九百五十万 没有 大事开玩笑没有 后面那一句是我家的啦 我真的就是五十万块出来开车行啦 对 那当时五十万块开车行租个小空地 一个月大概两三万的租金 然后摆 那你看五十万一台车五万八万的 大概八台左右五台 六台到八台左右的车 就这样摆着就开始卖了 那我初期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一些 比较大间的车行 规模比较大的 或者是有些连锁 现在其实台湾有些联盟 联盟是你 大家如果有听过什么Safe 那个谢主 不是谢政武 谢政武代言 还有什么 以前是吴念真代言 还有什么SUN汽车联盟 很多很多 好那我想说这么多的大联盟 我一间小小的六台车子左右 我怎么跟这些大间的车行竞争 那我思考了很久 我发现在台湾可能要讲服务 讲以人为出发点 带有人情味的这种销售的方式 那我就决定说 那我用以人为出发点来做看看 好啦 那几万块钱的车都是一些 一二十岁的老车 所以我当初就卖这种一二十岁的老车 那首先呢 我先挑我觉得车况是 跟人一样 就是在六十岁里面算健康的人 六十岁里面算健康的车 我就把它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 那我就一系列检查 然后一系列的整理 我觉得客人回去在 比如说半年一年内 有可能会坏掉的东西 只要我看到 我就请师傅都把它换掉 换换换 整个都整理好之后 然后再透过网路去行销 所以其实全省的客户都有 好全省的客户都有 然后客户在看车的时候 我会在对方方便的时间 开到他的所在地让他看车 新竹台中 甚至高雄 我都会开去给他看 好那想要 然后我看车的这个过程中 我不会有任何push的动作 或是什么一些话术 或是推他今天一定要下决定 这是我们常出去 买东西的时候最常遇到的 只有今天 后面还有主人在等 对不对 甚至你在看房子的时候 旁边已经在拍手喝成交了 都会有一些push的东西存在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没有给客户一个没有压力的一个看车 试车 你要试车 请 要怎么试高速公路随你试 那看完你思考我回家 你要你真的想清楚你再来跟我买 所以我希望给他们一个很好很舒服的一个赏车跟购车的体验 好那这种感觉就很像我那时候是这样想啦 所以如果今天我把苹果一整批买回来 我只是把它洗一洗放着 转手卖掉赚差价 那我觉得我比较类似是商人的做法 但是如果苹果回来了 我要把它分类 甜的没那么甜大颗小颗 洗干净做农药的筛检 然后帮它喷个水打个漂亮的灯光 你回去吃坏肚子可以回来找我 我有产品选我会负责任 那我卖的可能就是服务 或是专业专业财 我当初思考的点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要拼价钱 我绝对拼不过其他大间的车行 但是其实不管检查再怎么详细 车上的年纪就跟人上的年纪一样 它一定还会有无法预期的问题会出现 那我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 我曾经卖过一台车到足科新竹科学院区 我印象很深刻 那台车我卖它七万八千块钱 台币七万八千块钱 很便宜 大概十五年左右的一台车子 开车 赏完车 开车给它赏完车之后 办完手续交车 我在开去新竹给它的途中 我又发现了 怎么觉得感觉那个 有时候偶发性的或引擎有点小震动 那我到了新竹之后 我就跟 本来约定好要交车了 我就跟客户讲说 不好意思刚来的路上我觉得 有点抖动 我要回去检查清楚 我今天没办法交给你 那我就当天原车又前返 又把东西检查完修完之后交给他 好之后顺利交掉呢 客户在一个月内 还发现了大概三次的小问题 比如说他觉得手刹车拉不够紧 他觉得哪里有一个小小的声音 或者是他觉得这个 那个电动窗的那个速度有点慢 等等这种很小很小的问题 他那个月我大概跑了四次的行主 只要他一回报我问题 我就开着一台代步车 下去交换他的车 检修完再跟他换回来 这样跑了新竹四趟 那台车卖七万八千块 那这当中我没有跟客户 收取任何一项服务费用 好那我想我一个人 有的是时间 所以我用时间来换取客户的信赖 我用这样的方式在做二手车的服务 好所以一直 这个样的服务一直到今天都还在 我现在旗下大约是十五名的员工 那这样的传承 我这样的经验也传承给他们 要他们对客户做相同等级的服务 而且不管客户买的车是五万块还是五十万 服务是一样的 好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规模小 客户少我们只能用热情跟时间来弥补这个空缺 好在初期创业初期我们就是一直这样的模式 一直到现在那不过也因为这样的经营方式 刚好网路整个串起的时候 在各大网路社团就很快就传开了 PTT什么小恶魔 什么01 Mobile 01小恶魔版等等 这是PTT 还有很多的反馈 刚好有搭到网路资讯发达这个列车 网路平台社群平台发达这个列车 好那传开之后这个就从点线面就整个扩散开来 但虽然虽然其实用了好几年的时间 对不是一天两天 大概我觉得这样 我公司成立至今大概七年的时间 那我坦白说前面的六年的时间 几乎都在干这些事情 是今年才传开来 就在今年而已 才慢慢的有明显的感受到扩散 好那之后我们就致力于 如何让全部的顾客都满意 虽然身为服务业的我们很清楚 不可能达到百分之一百满意这种事情 但是我们很明确的告诉客户 我们是朝百分之一百的目标前进 所以呢就在两个礼拜前 在社群网路有一个发文 他的标题是小师真的有这么神吗 那他为什么会发这个标题出来是 因为他到网路上要找小师汽车的附评 他找不到 他找不到 所以他发了一个文 想说有没有受害者要上海讲一下的 现身说法的 对 结果很遗憾的没有 好那我们运气好 在台湾如果要百分之一百 让顾客满意没有负贫 那真的要有一点运气成分在里面 好除了我们服务很认真之外 真的还有一点点的运气 好那接下来 其实我还有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公司的服务 我们其实 我跟顾客分享是我想要给顾客买二手车的时候 我的服务要超越新车的服务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哦 你买二手车的服务是超越新车的服务 那以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跟我们的做法 什么叫超越新车的服务 新车公司的服务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保固期之内啊 我跟客户说你不用担心任何东西维修的费用的问题 好那其实大部分的保固不管新车 新车是几乎都是全保固 但是二手车的保固只有针对什么 引擎跟变速箱的本体 他们会玩一个叫文字游戏 引擎跟变速箱的本体 有比如说一年的保固 半年的保固 三个月保固 但是其实这个保固书最后会有个诞书 叫做消耗品除外 他们在玩一个法律上的文字游戏 我给你保固 引擎变速箱 压缩机发电机一年的保固 消耗品除外 问题就出现在这几个字 消耗品如何认定 一台车从出厂 新车你开始使用 全部的东西都叫做消耗品 椅子也是消耗品 方法你每天磨它都是消耗品 排档头你每天在打 那个也是消耗品 所以消耗品除外这五个字 几乎可以把所有东西都不保固了 那就变成说什么 看车商怎么说明 当你发生某一个基建问题回去找他的时候 就看他怎么说明 他说这是消耗品 不好意思你自己处理 所以百分之九十九的材料几乎都是消耗品 所以在台湾买二手车的保固几乎 几乎是没有用的 几乎是没有用的 那感觉就很像我刚刚讲 引擎跟变速箱的本体 那感觉就很像我卖你一台桌上型电脑 我保固的是机壳 本体嘛机壳 但其实会坏都是里面的 显示卡有的没有的东西 机壳不会坏啊 除非你摔了嘛 机壳摔了不好意思你这是人为损坏 你摔坏的 所以基本上几乎等于是零保固 好那所以在我这边 我们不跟客人争吵讨论说 这个是不是消耗品 你只要愿意回来找我们 跟我说我哪里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是无偿就是把你修好 我们就是无偿把你修好 而不是说等到你出问题的时候 再来跟顾客去挥 挥国语要怎么讲 推托 推托说这个是你用坏的 还是说这个是消耗品怎么样 不修你要自己负责 我们不会跟客户起争执 我们连讨论都不会跟客户讨论 除非真的他自己把它弄坏 像我们最常遇到一个问题 车子是不是有那个电动折的后照镜 那我们最常遇到问题就是 我们有点交表 所以交给他的时候我们会按 你看收折是正常的对不对 好交车给你你回去了 那你可能会过一阵子两三天甚至一个礼拜 客户回来说你那个电折卖我坏掉了 可是其实通常那个都是停在路边被撞坏 或者是不小心被人家他自己或是别人弄坏 可是他会回来说 小事你交我的时候其实就坏了 那其实我们点交表都有跟你点啊 对不对是好 但是我们不会去跟他 阿Q增值说是你撞坏或是什么 你只要愿意回来 你跟我不要说拗不拗 不管是我给你就坏的 还是你用坏的 我就交给你不用钱 因为我觉得增值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最后输的一定是我们 所以不要去增值 不会去跟客户增值 那例如说他买了车 他可能他需要验车需要保养 他要上班没空怎么办 朝九晚五上班族 我哪有时间白天去验车去保养 我们的服务人员会帮你安排时间 甚至开车到你的公司来 跟你交换车回去 帮你做好保养验车 你想要做什么 全部都没有多余的费用 验车一次收450块 我们就是给你收450 保养一次2000就是收2000 没有因为我的服务人员来服务你 会增加费用 所以光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超越新车的服务了 那甚至有些客人他不愿意让我们跑 我说那你下班把车开来 开我的 我会我通常同时间 我们都准备五到十台的代用车给客户 他下班来丢着他就把我车开开回家 他去吃饭要干嘛 隔天我们来帮他完成他交代所有事情 也不会有代用车的费用 光这一点就超越新车 甚至客户不小心撞到 他需要版考修理要比较久的时间 一周两周 像上个月也才一个客户撞到 他车要还要等什么保险出险 照折判断 还要修理 大概要一个月时间 他一个月时间都用我的车 都用我们的代用车 那这个我都跟客户讲 你在买的当下你就享有这个服务 都不用钱 真的都不用费用 这些已经超越新车了 这已经超越新车了 好 甚至我们也常常在帮客户 因为有些客户他第一次开车 或是第一次发生碰撞 不懂得怎么处理报警 怎么处理和解 怎么做笔录 怎么去谈出险 我们的服务人员 当初卖你车的服务人员 就会帮你 连保险连和解书 怎么流程怎么做 我们都一一会帮你做好 所以简单的说 这个理念就是一个 汽车经理人的概念 我们是有些朋友 手机3C很厉害 我想要买手机 我想要买相机我就问他 有些朋友电脑很强 我想要组电脑我就问他 显示卡用哪一张什么什么 好保险也是 现在保险都找一个人 我不管要保铝屏险 我要保什么瘦险 我爸爸要保险 你有个朋友在做保险 你都会找他 那我们就是汽车的那一个 你有这台车 衍生出相关所有问题 都来找我们 好 这就是我们能够 给客户的一个服务 你的爱车的汽车专业经理人 好 那我来谈这个服务 一些简单的小小的案例 我说我希望有一个 有温度的服务 人情味怎么来的 某一次有一对夫妻来上车 那个太太肚子已经挺得很大 那就订车了下订了 然后他就说 因为他太太随时都会生 所以他要赶快来买车 那想说临时要叫计程车干嘛 也很麻烦 如果自己有车 随时可以大家去生小朋友 那因为清完约跟交车 大约约末一周的时间嘛 要办手续啊 当天清完我就跟他说 我准备一台代步车 你就开走吧 他才刚付订金 他很惊讶 他说不用啦不用不用啦 我已经签了我等一个礼拜后交车 我说那这一个礼拜内怎么办 他说没关系啊 我在叫计程车什么 我说你买车不就为了要载下去吗 你就先开我的嘛 而且你跟太太从领口坐公车 转捷运到我这边来看车 你现在又叫他挺个大肚子 在跟你回领口 我的店在南港 然后他就免危机 他就答应 他就开着我借他的车就先走了 果然喔 两天后就上 我们借他那台车 就是真的让他送太太去医院 好他就完成了这个生产的任务啊 那当然在交车的时候 我们就一并奉上小朋友尿布 为金小礼物 恭喜他嘛 对不对交车 他一个礼拜后来交车 恭喜啊 生小孩小朋友了 可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 这个六年前的故事到现在 这个客户一直在关注我们 甚至当中已经介绍很多的朋友来买卖 他自己也因为已经升第二个 他又来换修旅车了 但是我常讲 跟我的服务人员讲一件事情 六年前的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并不能预测到六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再换一句话说 如果当时我思考太多 我就太过于势力 因为我有目的性的在做这个服务嘛 我想说我现在如果借他车以后他会帮我介绍朋友 我如果当时是抱这种 比较势力的一种心态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服务是做不好的 我当时其实很单纯想 肚子这么大还要做回林口 我能帮得了什么 人家就已经确定要买了 相信我们跟我们买车子了 那我借他一台车又如何呢 当时就是这么单纯 所以我在服务的当下就想 单纯的想说我能够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给他什么样的帮助 给我们的客户什么样的帮助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每一个服务用这种心态 累积了这么多年才 也许才发酵也说不定 好那像例如说 也那种很小的事情 在寒冷的冬天半夜12点 客户打来说 小师傅轮胎破 我不会换备胎 我说交车的时候不是教你的吗 他说我不会 那怎么办 穿上衣服出发帮他换备胎 换一句谢谢跟一杯热咖啡 只有换这样而已吗 没有也是一样 多年来他所有周遭的亲朋好友 车子都是在我们这边买卖购买 好很多类似这样子的小故事 那我公司有一个这样服务的传承 就是说我们公司里面 每一位服务人员你对应到的客户 你如果有一些需求 比如说你交车的时候 发现客户好像是买生日礼物 买车给自己 那我们当然也要 买这个生日礼物给他交车礼 或者是婚伤喜庆 然后或者是生小朋友等等 业务人员都可以跟公司来提报 说申请款项 来做一些给客人一些贴心的小礼物 卡片也好随便 你要送尿布 你要包红包白包 公司是一定都会通过的 只要确认客户的存在跟需求 公司一定会有这样的预算 让客户去做一些贴心的事情 越贴心越好 那我希望是发自服务人员自己内心的 对我不会去帮他们看 你的客户生日快到了 你的客户是不是要生小朋友 不会 但是这样子就 其实跟他们考基是有关系的 客户服务跟他们考基是有关系的 好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一般的车行 二手车商 他们在买卖的服务人员的奖金 是采取抽成的制度 就是一台车 我们竞价20万 卖你30万 然后我抽这个利润10万里面的几成 那后来我发现教会有个问题 他会想卖你越高越好 你要杀价的时候 他会想让你杀越少越好 甚至他为了你买 卖你好价一点他会胡说八道 满嘴跑火车 把车讲得会飞天会钻地 讲得很棒很棒 什么问题都不会有 你就买就对了 那后来呢 我们这边是首创 我采用 我们的每一个服务人员 每卖一台车的奖金都是固定的 3000 4000 5000就是固定的 不会因为你卖高 你领更多 也不会因为卖低你领更少 都是固定的 那我当初的想法是很像一些 灿坤大同那个电器公司 或者是家乐福的电器部门 有没有 我们要去买一台电视 然后这个三星的多少钱 这个Sony的多少钱 然后你可以问服务人员说 这两台哪里不一样 服务人员会跟你讲 这台画质怎么样 这台怎么样 那我们不要去建议客人 你也不要去推客人 他会说那你建议哪一台 我自己是学Sony的好 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让客户自己最终决定 他想要选哪一个 然后我们再帮他 要运送到哪里等等 服务人员帮你弄 帮你送去 你有不会操作 你可以问服务人员 我说这样很棒 那我卖二手车也要这样 你买哪一台电视 跟现场卖场的服务人员 绝对没有直接的关系 也许有那个台数 整间公司的台数 跟他们奖金有点关系 但是你买大同的 还是你买BenQ的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奖金是一样的 他薪水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这样讲出来的话 才会比较客观 所以我就 那我二手车 我从开业开始 我就用这样的方式 让我们服务人员去 给他们一个稳定的薪资 不是那种高高低低 挑战年薪百万 不是那种方式 我发现这样也能够 让员工做得长久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行业 有时候这个流动率很高 你可能这个月领了十万 下个月领两万三基本底薪 你就受不了了 你就走了 你这样高高低低的 你会受不了 所以我们员工的薪资 都是很平凡 而且年资都蛮高的 年资都蛮高的 所以除了我刚刚讲那些客户的一些服务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叫社团经营 我们采取一个叫社团经营 我们的客户有什么电脑工程师 我如果我要架设网络什么 我就叫客户来来来来 有钱给认识的赚 有开餐厅的 我们公司聚餐一二十人怕就去那边趁饭吃 当然也付钱 找不到运气好可以多两盘水果 找认识的嘛 然后真的有律师有会计师 室内装潢的等等 连我自己的牙医师都是六年前跟我买车的 他那时候还是实习仪式 现在自己开牙医者 我专程从南港跑到鹰哥 卖寿司那边去为了给他看牙齿 我开车要开四五十分钟 为了看他去给他补个牙齿 但是我说的这种人情味跟温度就这样来的 黏着度跟我们客户的黏着度这样子 好啦所以其实常新进人员就问我说 那你觉得最好的服务是什么 我觉得最好的服务就是站在客户的立场 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首先要思考的不是公司的利益 而是如果这位客户是你的好朋友的话 你会下什么决定 从客户的角度先下去想 那你可以服务到让客人觉得很不好意思 那我觉得他觉得已经够了 甚至还超过他预期的服务的话 那你的服务就算成功 这是我们店内的一个服务人员的宗旨是这样 而且一直到现在其实所有客户的客速 客户反应的管道都是直接通到我这边 对所有客户都可以直接通到我这边 有客户啊有问题啊反应啊都直接可以找到我 我一直在 可是这其实对 如果要发展到一个规模其实不好 所以我才刚刚那个Herry才说我很忙啊 因为我还要处理客户服务客户对 好那这个这一切到了三年前到民谷屋考察的那一次 我又把这个公司的经营又提升到一个 我觉得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那次那次参访之后 除了刚刚讲网红的经营以外 我发现一件事 日本的二手车行旁边一定都附设保养场 不管大小几乎百分之九十九 旁边一定会有一个保养场 我就觉得很奇怪 好那我就会问了 为什么你们我看了很多 那为什么每一间的二手车行旁边都一定要有一个保修 其实在台湾是没有的 你们在路上看到一些车厂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卖场 白一些车而已 办公室甚至有些是货柜屋 没有保养场这种东西啊 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 他说保养场是为了要提升客户粘着度啊 保养场是不赚钱的 他直接跟我讲保养场其实不会赚钱 但是你要找理由让客户回来 而且是定期回来 那是什么保养 所以他们收费很低廉 然后甚至有一些是社区服务 他有讲这区的车几乎都来到这边 大家都像邻居一样 他们甚至有这个社区性 他们有讲社区性 然后看到一间二手车行旁边开了一间咖啡厅很漂亮 那是二手车行开的咖啡厅 而且那个空间不是办公室 它就是咖啡厅 你只要付好像200块的日元 你就可以进去 然后无限的使用它的茶点 一些饼干蛋糕还有咖啡 报章杂志 小朋友游戏区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妈妈 下午的时候在那边喝咖啡 然后小朋友在旁边玩 我说这样200块也赚不了钱 他说对 这也是在提升客户黏着度 做社区服务 他说你看这些太太 没事大家买完菜来这边聊天 聊着聊着 我这一间二手车行就变成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后他家里有这个需求他就会来 他就会来 不管他会不会去更大间的连锁车行 但是他一定会先来我这边 我没有要他要的东西 他才会去别的地方 但是基本上在我们这边 我们都希望可以把它close掉 所以他用了那么大的一个战地 开了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做不赚钱的事情 给他们报章杂志 给他们免200块就可以喝 所有的饮料 那他就是单纯为了客户黏着度 跟深入当地居民的生活而已 我觉得蛮棒的 然后当地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 我在当地看新闻的时候 然后我就看新闻 听不懂日文嘛 有一个被警察带出来上个手铐 然后旁边又写这个 什么行轴里程调整 就是好像是这个 二手的自动车的行轴里程调整 有汉字 我大概只看得懂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 哇原来在日本啊 你调整那个车子的里程数啊 骗人有没有 本来20万调整 2万卖人家 这个叫调表 原来是会被上手铐 被拍新闻带走 画面 你在台湾有看过吗 没有嘛 所以为什么台湾人家说诈骗之导 因为可能是罪没有这么重 所以才造成有乱象 那我当时我就很驾 我说台湾没有这个事情啊 那如果台湾也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会 就天下太平了 那当然是我们的希望啦 可是台湾目前 不好意思调整里程 还是不会被上高带走 对 还是常常会遇到 还是会发生的事情 那再来当然有一个 我相信在座各位都很清楚 他们的整齐画一明亮的 洽谈环境 赏车环境 每一个桌子摆的东西都是固定的 都像COPI出来的 Ctrl V Ctrl V 每一个桌子摆设都一样 要有一个面子 要有小饼干 要有什么demo等等 每一个都反映 我说哇 那这个回来台湾 我们要来参考一下 但是虽然因为刚刚讲的 人文环境不一样 法规不一样 我不可能全部都复制 所以回国之后我就是 我只能做干净明朗的部分而已 那再来一个就是 我只能更自力在宣导二手车的这种透明化 我认为希望透过电视 或是书的出版 让更多人免于受骗 至少说不要让大部分的人觉得 二手车是连看都不能看的 而不是单纯我们是服务业 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人 我觉得这是我最希望努力的部分 所以我回来以后 我也找了一个比较大的场地 然后我也附设了保修厂 然后我保修厂的收费 真的也比外面都还要便宜 为的就是我希望你多回来 我也做了客户的休息室 你会来保养你有茶喝咖啡喝 当然没有他们那么漂亮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有设计给客户这样的环境 我希望他多回来 然后我觉得这样还不够 保养5000才回来一次 有的1万才回来一次 我就说那这样你跟我买车啊 你全车所有的灯泡只要烧掉了 你回来我这边换不用钱 方向灯啊大灯啊室内灯 我管你什么灯 反正你只要有灯不亮你回来 我现场帮你换不用钱 然后雨刷 台湾雨刷其实态换率很高 雨季完了大太阳雨刷就坏了 雨刷一辈子换也不用钱 所以我叫了很多雨刷放在那边 很多灯泡放在那边 我就是怕它不回来而已 我都跟客户讲我怕你不回来而已 因为为什么 我车给你没问题你就不回来了 但你灯泡一定会烧 你雨刷一定会坏 对不对 然后再来我再用一个更大绝 就是你回来洗车不用钱 你回来洗车不用钱 只要你跟我预约 我有空我就留给你 你就回来洗车 那你甚至你也可以自助洗车 你回来 我就位置 你自己呛啊就冲 不用投钱 现在家里上不是很多投钱的 我说你不要去投钱 然后我这边不用投钱 我还请你喝饮料 冰箱都饮料 所有的药水 所有的蜡 水你用 那提升客户 跟我们的黏着度 因为他回来换灯泡 服务人员会跟他聊天 你最近车开怎么样 他回来洗车 你最近怎样 工作怎样 离婚了 离婚了 对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对不对 下次去唱歌离婚 找新的妹子 大家聊天 就是这样 对不对 他有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 所以就在那个当下是分享的 所以业务跟他们通常都会成为 不错的朋友 我个人大概有很多次 跟客户出国旅游的经验 就是已经是朋友了 小师我要去柬埔寨 什么时候 好啊那就走 跟他妈妈这样全家去这样 等等等等 真的是婚伤喜庆 父亲过世去怎么样怎么样 真的婚伤喜庆 我们只要有时间有空 我们就去帮忙 当朋友一样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已经提升到 目前台湾二手车市场 我觉得没有的境界 甚至新车公司 他们有很 他们财团有很多的钱 有很漂亮的展间 但是有很好的制度 但是他没有人与人之间这种温度 这是我唯一能做得到的 好了那再来就是这个未来的经营策略 还有如何锁定 这是我现在的换的比较大件的公司 大概现场有大概120台左右的汽车的容量 在目前北部应该数一数二的规模 每个月都会有60台至100台的进出量 讲深度一点 一个车行 他正常要维持他营运的一个进出量 大概是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你这个场地有30台车 你每个月只要有卖10台车以上 你大概就可以通过这个成本的门槛 多的才是赚的 但是我120台的场地 每个月可以到60台至80台的进出 是二分之一 差不多二分之一以上的水准 这样会不会觉得我赚多钱 没有没有没有 好 反正就从部落格教大家到出版书 然后到上节目等等 我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累积自己的升量 我发现现在这个时代升量很重要 你有了升量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坦白说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但假设我们如果要做好的事情 升量真的我觉得在目前来讲是蛮重要的 好 那这可能要谈到 像我现在其实已经拒绝了 大多数的电视通告了 我让年轻人去了 好 那一个是因为事务的繁忙 第二个是因为通告费太少 没有 因为我发现会看这种汽车节目 其实现在家里有第四台人很少 大部分都没有了 对 所以我发现他那个节目的受众 像那种汽车节目在电视台上 大家都55岁左右 我会不会讲现场有看的 然后就被建设到 那个target受众目标受众 真的年纪有点大我觉得 而且是很固定的 就是你不会有大学毕业的人忽然去看这个汽车节目 因为那个主持人对于55岁的人来看觉得算还不错 蛮漂亮 可是对20几岁年轻人看到主持人是老妹啊 所以年轻人他不会有新的收视群加入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怎么认识我的人都固定就是这些老头子 我觉得这样不行啊 我觉得这样不是未来的趋势啊 所以 现在年轻人都是什么 网路节目嘛 直播嘛 YouTube嘛 手机看YouTube嘛 所以我成立了 我在去年成立的媒体部门 就是刚做YouTube这件事情 然后我企图 我做了以后 我发现我的后台看我YouTube的收视群 也在45岁到55岁最多 然后我就傻了 原来对车有兴趣都是有年纪的人 可能是因为有经济的基础 可是我不要啊 我不要 所以我想办法要压低这个收视的年龄 所以我开始拍一些很无厘头的影片 你们如果有空回去搜寻一小事你就知道 我曾经开着一台敞篷车把敞篷打开 旁边放一只冲气娃娃 把他把安全带 然后我开着那台敞篷车 到得来数去 帮公司买 我路上一直被拍照 然后塞车那公司停在旁边 那车上人一直看我 真的是冲气娃娃 你们有空可以去搜寻一下 那个YouTube的小事 真的是冲气娃娃 对 然后我还帮他穿水手服 不是啊 因为不穿水手服可能会被黄雕什么 没有会被说是那个新三社 对 然后反正就是很无厘头 他没有什么想表达的 就是很无厘头 因为我企图压低收视的年纪 我想说这样年轻人无厘头是不是会比较喜欢看 后来发现真的 真的是有一点成效 而且我常常找大专院校配合 比如说前阵子有什么台湾艺术大学的媒体系 我就请同学来一起拍片 甚至我会到各大的大专院校 也是做一些分享会演讲等等 我就是企图让年轻人20岁以下 知道说二手车其实没那么可怕 然后有这个好玩的东西 然后提高降低 现在有降低了 现在好像已经到25到34岁 压到25到34岁 那甚至18岁到24岁的收视群 也来到了10%以上 以前是60%都是45岁 现在已经 可以说吗 我们家压到幼稚园中班 所以收视群有年纪有被你更往下压 就是中班 有啦有很多爸爸妈妈看小朋友在旁边一起看 还有很多小朋友来会看到我会很开心 有点网红化经营了 所以现在有客人来到我的公司 看车递件事是什么知道 小师你本人比电视帅 小师我可以跟你拍照吗 已经变成我当初去日本考察的那种 我所谓我想要学的网红式的经营 客户来店里面第一件事不是看车 是先跟小师拍照 是先跟小师说 小师我儿子很喜欢你 那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朝这个目标迈进 所以未来的这个经营的一个走向 就是把这个年龄层把它压低 因为未来他们才是主力 未来他们才是主力 但是坦白说短时间内有没有效果其实看不出来 那这个也体现符合我刚刚前面讲的 我希望这个公司是一个长久经营的公司 所以我不会把它看在现在有钱的人 我希望压在以后有机会来买的人 那这个是我长久营运的一个目标 一个目标 然后再一个说 那未来这个公司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经营的策略 目前我在做的是一个 我希望能够整合一个 我是一个销售的末端 怎么说 我发现销售是最困难的 所以外面有很多的车行 我们刚讲了大间小间的不管 他们其实是营运是很辛苦 他们还要负担人事行政成本 租金场地 那我如果是一个很棒的销售末端的时候 我希望他们都可以不需要负担这些成本 你只要有好的东西 你交给我 从事前的检查 整理 销售 服务 都由我这边一手包办推出去 那这一些营运 很吃力的这些大大小小公司 可以透过我当一个销售的末端 这是我未来的发展的一个策略 我成为一个很好的形象 一个很好的销售末端的时候 我可以把货 他们其实会比较轻松的 现在目前已经有一些同业这样做了 他原本有电压力很大 他收起来 然后他就每个月丢个五台十台车给小时 他就游三碗水 然后年月底来拆账 目前希望还有未来的展望 他第二个未来展望是 我希望能够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C to C的一个销售平台 你想卖车 然后你想跟他买 但是你们两个都不懂车 你们都不会办 我们有服务人员来帮你们 我不参与你们的交易 你卖他多少钱是你的事情 但是我帮你协力 完成这件事情 大概主轴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很突破性的东西 因为这样子的服务 直接冲击到二手车业 原本他应该要卖给我 我跟他估得很便宜 再转手卖给他 更高的钱 现在不用 你们可以直接对上 我可以来帮你做中间你们不会的东西 这个其实对二手车产业 未来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大家如果有机会看 可能可以看得到 策划当中 好 再来一个营运规模跟成本的考量 哎呦 时间过很快 会不会太长 好 我想说 这讲完可能 等一下大家可以去吃宵夜 我讲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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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有没事 好 好 那我刚刚讲了 我们的规模 现在目前占地大约900坪 然后有100到130台车左右 15名的员工 其实在北部来讲 这样的规模已经饱和了 因为北部的地租非常的贵 那未来 我觉得你像 像我们的服务跟品馆 其实拉高了很多成本 吃掉我们很多利润 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假设竞价是相同的状况之下 一般车行 他车子如果只收回来做内外清洁烤漆 他卖一样的价钱 其实他利润比较高 因为我中间还做了很多客户看不到的事情 例如我刚讲一些整备 整修 耗材更换等等 客户看不到 他看到是一样的东西 一样年份一样价钱 那他卖出去我的利润是偏少的 而且我的规模更大 所以我其实更吃紧 所以我只能以量取胜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口碑跟招牌力来取死 为什么 因为两个卖车的人 小师跟他都讲说 我们的车整理得很好 那客户看不到 看不懂 他只能选择什么 相信有品牌力 有招牌 比较有名的 好 我愿意相信小师 我相信你 你有整理 不管有整理没整理 他都跟你说有整理 那你要相信谁 相信有品牌力的 相信有品牌力 所以我说其实声量很重要 就是这样 你为了要让人家相信你 你要花很长的时间 去累积一个品牌 人家才愿意相信你 然后我们希望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转到一个网路行销 就是我不要在那么热闹的地方 其实像我现在的这个 刚刚刚看到这个地点 它在位于南港展览馆的旁边 走路大概五分钟 捷运的南港展览馆站 旁边五分钟 我是运气很好找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隔一条河是细子 所以我用细子的钱 租到接近南港的地 所以这个地方运气 我租的这个地方运气很好 但是未来不可能永远运气这么好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品牌可以 不管我在哪 人家都会来找我 就算我开在阳明山 人家都会来找我的状况 那我们是不是未来 用这种方式可以压低 我整个营运的成本 再加上如果全部都用 网路上的销售的时候 我还可以压低这个人事的成本 这个是未来 我在目前还在研究的一个地方 因为像以前 家具行车行都在哪里 对新庄二省道 还有的陈德路 台北陈德路 以前这个台湾人叫 吉市的一个概念 花市什么 大家都好像都要集中在同一条路上 那造成什么 那一条路的房东都 租金都是大家讲好的 水涨船高 二省道五谷那个都是 所以我未来想要逃避 这个集市的概念 我不要去热闹的地方跟人家挤 我的品牌力要说 我在哪里 人家就到哪里 那我才可以降低我的行政费用 这个其实是目前也还在努力当中的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的客群 你们看到这些车 我都锁定在台湾 我锁定在30万左右的一个 平民代步车 我不卖 我很少卖奢侈品 什么叫奢侈品 休旅车 双B车 进口车 那个我觉得它是奢侈品的 因为它来买这些国产车 30万20万的这种代步车 它是真的有需求 我就是需要一台车 那如果我又卖你一个好的东西 我是帮助你的生活 我卖你烂的 就像我之前买一样被骗 然后修到没钱 对不对 所以如果加上我又卖它好的时候 它的需求达到满足 而且车况很好 服务很好 它有没有机会 再来换下一台下两台 但是为什么不卖奢侈品 那个切入概念不一样 我要买双B的时候 我要的不是基本的需求 我可能要装B 我可能要跑客户 对不对 我可能要去追女生 所以它已经不是人类基本的需求 那这个交易起来的模式会完全不一样 他看你的产品跟看你的服务的 像我说30万我刚提供那么多服务 然后我就有同行常会来问我 你生意那么好教我一下 我就跟他讲 我说不行 我说为什么 我卖这个100万以上的车 我帮他换灯泡 他觉得刚好而已 我帮他洗车 他觉得应该的 我不洗还会被他骂 对不对 他说你卖那120万 哇服务那么好 客人就觉得哇 超棒的服务 我才花这样的钱 怎么有这种全套 完全那个概念完全不一样 他说他没有办法这样做 他觉得对于那种奢侈品的那种顾客 他觉得你再多的服务都不够 很难满足 所以我因为这样 我一直维持在这个价位 而且他也是目前 这个台湾进出的产量最高最多的一个 一个数量最多的一个价位 好那这个 对本业的冲击最大的外在因素 那因为我们一直强调透明化 让消费者对二手车比较觉得没那么可怕 但是这一块饼其实一直在增加 大到说各大的原厂都有成立二手车的部门 可能听过这个是福斯原厂认证 Toyota原厂认证 这些二手车其实 Toyota Nissan都有 他们都成立自己的二手车部门 那就变成我们这样的小的商店零售业 其实很难生存 很难生存 会造成蛮大的冲击 然后再来一个第二个冲击 我觉得是政府法规的改变 像在座知道说 如果你家里有旧车去换新车 政府会有五万的补助吗 对你只要持有一年以上 然后你去报废掉 这是用环保的一个名义 补助五万 这对二手车冲击蛮大的 因为大家觉得 他买换二手车没有五万 你一定要去换新的 你才会补五万 所以二手车直接就受影响了 那第二个是 我们在收车的时候 以前可以收到那种一万两万的车 现在没有 现在车基本收进来就是五万起跳 他说你孤比五万低 我政府补助就五万 所以我们再怎么买 价格一定都要 后再五万以上 客户才愿意卖给你 所以就造成什么 我们的成本又越高了 那他是说 因为这个觉得 觉得受这个东西的影响蛮大的 那第三个就是法规的改变 其实这也是政府因素 对这个二手车产业会冲击 就是环保法规 如果他把排气定得很严格 就跟摩车一样 你一些老的二行程就是 验车就是不过 你就只能淘汰 那你像日本美国 他们有那种很经典的那种老车 其实他是可以延续他的生命的 他们对于汽车的改装 经典的车的保存 其实很nice很和善的 那台湾就是一律时间到 就是叫你淘汰掉 那万一这个环保劳力提升 其实会有很多大量的二手车备 推到报废场去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觉得 其实我觉得老车的流动 也是蛮大的一个区块 像其实待会这边结束 我刚好约了一个顾客 他刚好在南京东路山东的 我要去估一台车 他是1972年的金龟车 我等一下就在对面 他131号 他跟我约131号 对 所以这个其实老车的流动 也是一个经济的经济体的流动 所以如果环保法规定的不正确的时候 那会造成很多产业的冲击 好 再来 二手车为什么会让一般的消费者却步 行业生态是为什么会演变到这样 那最早因为资讯不对称 政府又疏于管理 所以二手车真的是暴利 在我刚入行的时候 二手车可以到达卖一台赚一台 我卖你15万 我赚了7万8万 我卖20万赚10万 现在大约莫是一到两成 30万的车商的利润就是3到6万 现在是这样 而且还是不扣管销的状况之下 3到6万 所以说因为他进入的门槛很低 他没有什么学历要求 就刚刚讲的 你有50万在家爸爸赞助的 你就可以开了 对不对 这进入门槛很低 没有学历的要求 所以会造成说 专业的人不一定存在这个 简单讲开车上的不一定专业 所以再一个就是某种层面 也是台湾的消费环境所造成的 因为例如不尊重专业 大家觉得专业不值钱 贪小便宜 大家都听过一句话 你会被金光党骗 绝对是因为你贪 你不贪你绝不会被骗 这是老人家常常告诫我们的一句话 所以你打开二手车网站 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广告行销的手法 例如大家也看到了 比如说法拍车 法拍屋大家最喜欢看的 特卖会 看到就哇 还想去看一下有特卖会 New Balance特卖会 不管怎样经过就是要去看一下 法拍车法拍屋 跳楼大拍卖 我家路口眼镜行 老板跳三年还没跳下来 布条还在跳 台湾人喜欢看这些广告的行销的手法 所以就造成说 很多的车厂在看广告的时候 30万的车他就看10万块 真的有这个情形 你们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 以后有要找二手车你会发现 怎么这台车大家都卖30万 他卖10万而已 那其实他有一些不一样的说法 骗你到现场去 然后跟你说 没有啦 10万那台车已经卖掉了 你说我刚刚打电话来 说还在 那个接电话今天休假 他不知道 你既然来了 摸看 就希望你吸引你来到现场 再来处理看看 见面三分情 这台湾人最喜欢讲 见到面我就有机会 但是没见到面我永远都没机会 所以才会有很多吸引人的广告 还有一些辣妹 自拍 然后我要卖车这样 很多层出不穷 我有个客户他就是诈骗集团 他 我说你做什么 他说诈骗集团 我说不要开玩笑 真的诈骗集团 他说真的诈骗集团 打电话那个 对 检察官啊什么 失禁失禁 真的是 像我们会觉得说 怎么可能有人会被骗 对不对 我那诈骗集团我也问他 我说现在什么反诈骗专线 什么一大堆 宣导成这样 你这样应该很难生存 他说我跟你讲 那些在电话里面骂了 都白痴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一天打100通电话 只要一通电话成功 我就下班了 你骂我99通 没意义 我只要一通而已 我只要那一通 我觉得今天很早就得到那一通 我想再努力一点 我再继续打 要不然正常 他说一通就下班了 所以他说每分钟都有傻子出声 你再怎么宣导 每分钟都有傻子出声 这跟什么 很多二手车行讲的 老板讲的话是一样 很多人 有人会问他说 小师那个你宣导成这样 网络 YouTube这样宣传二手车的妹妹 有没有 那你不会被同行攻击 对不对 唾弃吗 我说不会 他说为什么 因为我说车行 他们这些诈骗车行 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每分钟都有傻子想要买车 傻子是骗不完的 你再怎么宣导 我OK 因为我的 他给跟你的他给不一样 你要的是那些怕被骗的人 我要的是那种谈小便宜的人 我们的客群其实不重叠 所以还是会被攻击 比较少 比较少 对 好 那二手车 媒体多报导这个 卖车业者黑心 欺骗消费者的新闻 是不是 消费者应该有购买二手车的 基本认知 我觉得是这样 当然 现在网络透明 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个 良心店家的搜寻 大家很习惯在网络上做功课 你们现在去吃个餐厅 看看实际 对不对 看一下Google评分 对不对 再去吃 你会受这个影响 那 所以一样 你要买车 你应该要上网去做一下功课 那你就会找到小师 你就会找到 你研究评价 对啊 你要买电器产品什么 你都会上网做功课 我认为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搜寻到好的店家 其实对大家是最有保护 因为最节省时间 对 你不用跟他周旋 好吧 那再来就是 我们面对消费者纠纷的处理方式 这个部分是我最不擅长的 为什么 因为成也是人情 败也是人情 这是我一直挣扎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点 就是我假设一切进入一个自私化的一个客树处理状态的话 少了什么 人情 所以 反正我觉得客树这种事不管怎么处理 永远都是公司吃亏 在我的立场 其实是很消极的 其实是很消极 可是我们要做百分之百的 好评的客户服务就是要这样 所以这很凄凉 我们所有问题的基础点都会利于客户满意能够接受的状态下去做处理 好 例如我举一个例 这蛮常发生的 订定契约 我们都订立这个行政院颁布的定型化契约 之后他收了定金三万元 那这个是双方不能反悔啊 我反悔我要赔他三万元嘛 对不对 他反悔三万元会被我没收 这个合约的定力才有意义 对不对 好这是有法律效用咯 大家都盖章了对不对 好啦 他隔两天说我家里不让我买 那三万退不退他 三万退不退他 我爸爸不准我买 我老婆不准我买 我反悔了 那怎么办 基本上我们三万元都是直接退完给他 我不要跟客户争吵 我不要跟客户争吵 我赚钱是卖你这个车赚钱 不是收你的定金在赚钱 好只要你没有造成衍生我多余的成本 如果我已经衍生多余的成本 把你过户也把你装东装西了 那我拆下来这些东西你买回去 你钱给我就好了 这损失可理吧 三万我绝对是还你 好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刚讲为什么很消极 你站在合约上面你去告我 这三万你绝对拿不回去 合约定 你买20岁了嘛 你有省月期了嘛 但是站在公司的立场 我们不跟客户做这样子的一个冲突 三万块不是我主要收入来源 这三万不是我主要收入来源 我更希望的是 我卖了你的 卖了你车之后 我赚了三万之后 我还赚到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出去会帮我们宣传 那我收了你这定金三万块 交易没有成功 我还露了一个臭名 他出去说 我被小日汽车吃过三万定金 这一来一往差距其实很大 一个是出去帮你传播 一个是你收了钱 对你现在收了三万 问题人家在帮你 诋毁你 在外面诋毁你 好状况发生越多 越多人在外面散播你的坏话 好不跟客户冲突 所以我说很消极也很无奈 服务业我就是吞 就是吞 好 但是我觉得我刚讲网路声量 很有用就是 自从我做了自媒体之后 很好玩 因为这种事情 我除了把钱还他之后 我可以用来行销宣传 我在网路上开直播 我跟你讲 我今天遇到一个事情 客人怎样怎样 无条件我上班就还他 下面很多人就会说 哇小师好棒喔 哇你这样子 你就不要还他就好了嘛 你要还他你这是佛心啊 我没有拿到这三号 我没有卖这台车 可是我赚到了一个行销推广 所以我最喜欢用逆 那个叫什么 逆向的一个操作 来做一个广告行销 你以为你遇到了一个不好的事情 但是你处理好的话 你虽然花了钱处理好 但是另一个角度 你要把它 钱花了要值得 钱花了要值得 我常跟我老婆讲 东西买回来要用 不用都浪费 再便宜都浪费 有用再贵都没关系 所以呢我这个钱 帮客户处理的困难 我花了钱了以后 我要拿来行销 所以这是自媒体的另外一个好处 好我们做了 我们认为不错的好事 我们要把它推销出去 好要把它推销出去 好所以呢 在公司可以负担的范围之内 那以客户能接受的处置方式 为出发点下去做客数的处理 好 其实想想 我后来有转一个念想 我有统计过 有奥客 台湾有台湾雕 有没有奥客 大概我自己的统计 我的经验是 100个人里面会遇到 大概1到3个 我觉得啦 我自己觉得啦 因为我直接是客数接受的一个窗口 那我后来转一个念想就是 其实也不错啊 那要玩游戏嘛 你100关里面只有3关特别难 想办法走过去就好了 大部分都是好的 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好的服务就是 你要把那3个人处理好 就是好的服务 如果你要很rough的方式去形容 服务好不好这个事情 大部分是好的 对 但是你的难关就是那3 1到3个 每100个人里面的1到3个 把它处理好 你的公司基本不会有负品 其实用这样来想 其实会比较开心一点 真的很多耶 我已经有说短说短说短 再说短 好 我简单讲一些案例好不好 好 第一个 你在买车的时候 业务表明说有保固 然后送你什么行车记录器 隔热纸什么 结果交车什么都没有 你车子的话要回去找他没有 不理你 那这要怎么办 好 这要怎么办 记得合约一定要签署 行政院公布的定型化契约 好 一定要定型化契约 好 他要送你什么东西 他答应你什么事情 都要写在里面 因为我接受很多被骗的消费者回来反馈是说 小师哥他当初说有保固 可是我现在回去找他没有 我说合约有没有写 没有 他说没效 他昨天跟你三名不好意思 今天你嘴巴讲的没有用啊 你要写啊 要不然结婚证书要干嘛的 要签啊 所以合约一定要写定型化的契约 还有一些是什么 他买的时候跟你说 你这贷款没问题啦 你这贷款没问题啦 结果比如说你买50万的时候 你要贷50万 结果只贷出30万而已 他就被强制拨款 拨款在车厂名下 你还缺20对不对 交车啦 你说缺20怎么办 去借也去想办法 你就被逼着敢压式上架 就跟买房子很像啊 你要贷到那个金额 贷不到他硬是拨款 那叫你想办法去处理 自己去想办法处理剩下不够的部分 那这个当然也是合约的问题 一定要登载清楚 还有利率也要登载清楚 好 再来一个买到事故车 调表车 还有计程车改回 这个台湾之前流行 小黄把它改回 不是小黄的颜色 卖给你 因为这种 计程车里程度很高 对 这样才会有暴力嘛 就是利润才够高 那现在这个在透过监体站 你都可以查询到 车子的车牌有没有变更过 像现在有多元化计程车 红色车牌有没有 那个你现在透过这个 台湾的监理网站 好像付三块钱吧 两块钱你就可以查得到 那个车级 大牌有没有换过 你看计程车牌 你一看就知道了嘛 它换过大牌你也查得出来 这个所有民众都可以去查 还有车子的里程数现在也查得到 监理站的APP 你只要输入车号 跟车子的出厂年月 你可以查到这个车里程数 有没有被动过手脚 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在推广 请政府做这些事情 然后增加二手车的透明 才会更多人买 好 再一个也很精彩的 来自售买车 现在刚刚讲的 有提到自售 大家买自售车最怕的 制售车是目前二手车的一个盲区 无法可管的盲区 为什么 因为朋友之间买卖 亲戚朋友之间买卖 没有保固这件事 对不对 我一台车 大家那么熟 我一台车开了三年 五年八年 我卖给你 就多少钱 喊一喊 车就给你了 你回去坏什么东西 我开都没事 你开就坏了 对不对 这很常发生 所以有些人卖车不卖给亲朋好友 因为我开真的没事 那他会觉得我骗他 我可能冷气本来早就不冷了 然后 就硬卖给他 对不对 朋友之间会有嫌隙发生 所以这是个盲点 而且 自售的盲点在于说 如果万一他告我 我卖他有问题的车 他告我 上了法院 他说 小事啊 你卖他那台车是泡水车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是车商 我怎么知道 我也是买二手的 我也是受害者 我开都好好的我去给他 他不一定赢 上了法院 他不一定会赢 但是如果 换一个角度 我是车商 上了法院 法官说 小事是汽车 你卖他那台车是泡水车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骗谁啊 你不知道 你车行耶 你有不当得力的意图存在 对不对 因为我是专业的 所以上了法院 车商卖问题车 比较容易被告倒 但是自售 就没办法 所以有很多车行 要处理一些有问题的车 他就到FB 到哪里 什么细子人买卖专区 有没有像流行 桃园人中立人买卖专区 那种社团 有没有 会PO很多东西上去卖 车子也有 他就请这个掩饰 掩盖车行的身份去卖 好巧不巧我有一个同业 他就是他没有车行 他就是专门在这些FB上面 用自售的名义去买卖 因为他很有趣 他说他自己是演员不是车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有加沙耶 他一台泡水车买回来 他后面买那个莲花贴纸把它贴 莲花有没有 你们看后面贴一个莲花贴纸 然后车上用那个檀香的那个 把它熏的那个里面都有檀香的味道 然后PO在网路上 人家约看车他穿袈裟去 你觉得很夸张 真的存在 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 我是这个代法修行 我们哪个宫哪个庙信徒 给我们的公务车 那现在正因为不需要 用不到我卖掉 很容易让人家相信 他还有牧师的衣服 他也装过立法委员的助理 立委助理有什么好装 穿着西装去 我是立委助理 这车要卖 他说哪个立委 不能讲 这牵涉到政治现金 反正我就是这台车 现在就是要卖30万 你自己看一看可不可以 我们要快点换现金回来 然后给了一个神秘感 我卖的很便宜 我是因为要把这个换成钱回来 我才卖这个价钱 你在外面买到这个价钱 其实是因为他的车都事故车 泡水车 然后你知道他的行事力打开 礼拜几要出庭 我上次看到他在翻 我说这是什么 他说出庭 我说你这样不烦 他说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他说他又不一定赢 他又不是我赢的 他皮到这种程度你知道吗 他觉得出庭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我赚钱就是要去跑这些地方 我赚钱来源就这里 他不怕 因为他自受 他不是用车商的身份 你懂我意思吗 上了法院他说 其实我经验他不一定赢 所以他都赚三个月 就去澳门去日本 玩个两个礼拜再回来 因为他要躲一些电话 所以他做三个月 他就出国玩两个礼拜 往往回来再继续努力 哇这人生非常的光 非常光鲜亮丽 他说我是演员我不是车商 好消费者为什么买到零车 这是刚刚讲的 其实卖车的人并不晓得 并不一定专业 所以有可能 有两个情况 这前一阵子的新闻 有人买到零车 对不对 那因为零车不在定型化契约的保护内 定型化契约会说凶车 问题是凶车是人在车上GG 但零车不是已经GG了 我只是载货 只是那个货不一样 没错我是货车而已 对啊 那货不一样 不是人在上面GG的 所以我不是凶车 所以他其实是规避掉那个定型化契约 所谓凶车的那个范畴 就跟凶宅一样啊 他只是不要在这里面就没事 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有规避 还有另外一个第二个状况 就是可能连车商他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他不专业的情况之下 他买到零车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个在现实也发生过的事情 我真的有同意自己买到零车自己不晓得 他也是这样卖啊 那还有再一个就是说 像我最近我店里面有个新进人员 他在别的车行已经工作两年了 他跟我说他还不会分别车的好坏 车子有没有事故有没有泡水 他都不会看 我说为什么 没有教你吗 我说没有啊老板就说我们的车都很棒 你就卖就对了 客户来你就只能就是五车车就很棒 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有没有转过没转过 有没有车板没条表 真的真的他做两年都是这样卖的 他什么都不懂 他以至于他两年后来到我这边以后 他什么都不懂 他对车都不懂 他只会卖 他只会什么都好棒 什么都好棒 什么都好棒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 为什么会买到零车 因为他不专业 不专业 他真的自己都不知道 卖的人自己都不晓得 老板也不告诉他 因为老板怕告诉他以后他不敢卖 对吧 我如果跟你讲零车 我会卖的时候会抖抖 不知道 不知道就没事了 好 那二手车业者对于贩卖商品的调查 跟告知义务是不是有规范 这个是没有规范的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 一定要签定型化契约 只有这一指的定型化契约 可以保护消费者 定型化契约没有灯载的 都不在范围之内 所以说这也再次体现到招牌跟口碑的一个重要性 好 因为对于二手车市场来讲 消费者的确就只有这些可以作为参考 甚至啊 有一些不好的二手商 连定型化契约都很会写 他懂得怎么规避 怎么闪躲 怎么去写一些保护他自己 不是保护消费者的一些条文在上面 专研 这差没有 当时没有去念法律系 因为他们在合约的专研上面会很厉害 有些诈便集团也是这样 好 那再来一个就是为什么购买新车也要担心瑕疵品 买新车是不是应该100%没问题 其实不是 手机有机网 制造QC产品一定会有瑕疵嘛 这个就是前一阵子的Suzuki的生锈的案例 就是那个门板 新车 新车一年 有的不到一年就生锈了 那之前本田Honda也有这样的状况 生锈 然后 马自达引擎会进水 才有 2.2才有引擎会进水 这都是新车的时候就 制造出来就有的问题 还有一些汽车的内饰版 在很新的时候都就归裂了 要均裂 均裂 就是一些新车的瑕疵怎么办 那这个就反映出 其实台湾有个问题是这样 它可能是代理商 它可能是经销商 所以它不是原厂 所以它可能要受限于原厂的命令 如果原厂不管你 那你就各经销商 自己想办法解决 所以就会造成每个经销商 处理的角度方式都不一样 那个就我常常讲 很像那个白色巨塔 那医生如果开刀 病人死了 绝对不能认错 对 绝对不能认错 而且可能 它会有一些政治力 金钱力在里面做影响 所以他们并不一定说 愿意全面的说 回来我帮你复原 不用钱 因为牵涉到的金额太庞大了 所以才会造成每一间处置的方式 都不太一样 那我有遇过像Toyota 它之前也有 以表板均裂的状况 它就是召回 全部换薪 但是其实有的不是 有的是说 你要付一点工钱 我帮你换薪 有的是你要付多少钱 我帮你换薪 有的是不理你 好 就是取决于原厂跟经销商的沟通 所以其实还是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才要保固 对保固 车子新车才要保固 好 接下来 原厂认证中股车 比一般二手车业者有保障吗 应该有 因为招牌比较大 对 它不会骗你 这是一定的 但是主要是保固内容要看 很多人会以为 我在原厂认证中股车 买二手车的保固跟新车一样 不是 新车的保固范围内容 跟原厂的认证二手车 布的保固内容 其实不一样 二手车比较少 好 所以只要详读一下保固手册 基本上 只不过至少大招牌不会骗你 没错吧 但是一定会比较贵 这一定 这我敢讲 因为人事行政费用一定更高 有人在那边泡茶 问你要厚片 要土司要花生的还是草莓的 那一定都比较贵 至少必须我是这样 好 那消费者如何获得二手车 养护成本的资讯 现在很多群组社团 当你要买一台车 你就加入它社团 然后很好玩 里面就会跟你讲 我什么都会坏 就有人跟你讲 你去哪里修 我去修啊 180 你去哪里修啊 350 所以多加入一些讨论串啊 论坛啊 车友会啊等等 你其实就可以研究到很多车子的资讯 我觉得现在很棒的就是 网路很发达 什么都查得到 你那个身体觉得哪里怪怪 第一件事你不是看医生 是查乌狗 对啊 对吧 大神嘛 对 你觉得眼睛最近怎么痒痒 查眼睛痒痒 是不是这样 会有什么状况 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所以一样嘛 我们要买车 拜Google大神 这是最简单的 好 那最后结尾了好不好 谢谢 非常谢谢贵公司的邀请 来分享宣传这个二手车的服务理念点滴 希望今天大家分享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大家